马来西亚八竹八侠慈艺志工 因为演艺父母恩仲男报经 走入大学校园 邀请大专学生一起入金藏 这份爱一直不散 期中考前夕志工特别送来 热腾腾的便当 为考生们加油打气 饭盒里有口感Q的白饭 还有令人开胃的小黄瓜 豆干更是充满了妈妈味 最后还要撒上白芝麻 热腾腾的便当色香味俱全 要让考生们吃到的 不只是营养还有祝福 这样的热闹场景 彷彿回到了去年入金藏时 因为演艺父母恩仲男报经 慈禧志工走入校园 这次期中考的前一天 又再看到志工的身影 是既熟悉又温暖 这锅白木耳糖水 也是为考生熬的 知道大家熬夜苦毒火气大 真心的关怀就是最好的祝福 筹划这次活动的慈亲学长欧宾廷 在澳洲读书时也曾经被如此照顾过 要30分钟45分钟才会到达我们的家 就是一户一户去送 所以觉得很感动 然后每次一收到的时候就觉得 我要努力好好读书 就觉得很开心 将心比心 也把当年感受到的温暖 再次传递出去 带来新闻叶良辉 陆伟听马来西亚报道